其他医生都不会告诉你,这些关于南瓜的使用冷知识。 相信不少朋友一定都听老一辈经常说起多吃蔬菜对身体有好处之类的俗语。 事实上,蔬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纤维素,不仅能够有效改善肠道消化状况,加强吸收能力,还能够充分满足人体日常所需的微量元素。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种适合冬季养胃的蔬菜,南瓜,不仅吃起来口感软糯干甜,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起到强身健铁的作用。 那么,南瓜的功效究竟有哪些呢? 相信你一定听过,南瓜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功效,那就是南瓜能够发挥美容养颜的作用。 再加上南瓜香甜软糯的口感,故而许多女性朋友都对南瓜情有独钟。 除此之外,南瓜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失眠人群快速进入睡眠,因此对于失眠的朋友来说,如果在饮食中加入南瓜,则再合适不过了。 南瓜除了有美容养颜的良效,还具有降糖降压的功效。 因此当在医院看病时,许多专业医生都会对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的病人劝戒一定要多食南瓜之类的食物。 由此可见,对于糖尿病患者和高血压患者而言,多食南瓜有利于轻微降低血糖,加之南瓜属于天然蔬菜类,不像药物那样有恢复作用。 当然了,除了美容养颜和降糖降压,南瓜还具有一定的排毒功效,能够有效预防癌症,对于日常保养来说甚为合适。 为什么说南瓜具有排毒的功效呢?南瓜如何预防癌症的呢? 。 这主要是由于南瓜中含有一种叫做甘露醇的物质,能够预防解肠癌的发生率,故而具有排毒的作用,并非空穴来风之说。 南瓜。 南瓜,不仅功效非常多,口感也异常软糯香甜,不仅年轻朋友能吃,对于牙口不好,年龄偏大的老年人吃起来也非常容易,不会出现咬不动的情况。 。 因此,倘若家中有老人患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疾病,这时由于有许多含糖量高的食物都不能吃,不妨考虑多食一些南瓜,不仅口感好,还有助于降糖降压。 。 尽管如此,南瓜也有一些食用禁忌,因此大家一定要仔细了解清楚食用禁忌,再进行食用,避免意外。 。 相信不少朋友一定都听老一辈经常说起多吃蔬菜对身体有好处之类的俗语。 。 事实上,蔬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纤维素,不仅能够有效改善肠道消化状况,加强吸收能力,还能够充分满足人体日常所需的微量元素。 。 。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种适合冬季养味的蔬菜,南瓜,不仅吃起来口感软糯干甜,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起到强身健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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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南瓜的功效究竟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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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南瓜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失眠人群快速进入睡眠,因此对于失眠的朋友来说,如果在饮食中加入南瓜,则再合适不过了。 南瓜除了有美容养颜的良效,还具有降糖降压的功效。 因此当在医院看病时,许多专业医生都会对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的病人劝戒一定要多食南瓜之类的食物。 由此可见,对于糖尿病患者和高血压患者而言,多食南瓜有利于轻微降低血糖,加之南瓜属于天然蔬菜类,不像药物那样有恢复作用。 当然了,除了美容养颜和降糖降压,南瓜还具有一定的排毒功效,能够有效预防癌症,对于日常保养来说甚为合适。 为什么说南瓜具有排毒的功效呢?南瓜如何预防癌症的呢? 。 这主要是由于南瓜中含有一种叫做甘露醇的物质,能够预防解肠癌的发生率,故而具有排毒的作用,并非空穴来风之说。 南瓜。 南瓜,不仅功效非常多,口感也异常软糯香甜,不仅年轻朋友能吃,对于牙口不好,年龄偏大的老年人吃起来也非常容易,不会出现咬不动的情况。 。 因此,倘若家中有老人患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疾病,这时由于有许多含糖量高的食物都不能吃,不妨考虑多食一些南瓜,不仅口感好,还有助于降糖降压。 。 尽管如此,南瓜也有一些食用禁忌,因此大家一定要仔细了解清楚食用禁忌,再进行食用,避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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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